中北开锤唱丽宜官 丁老师外婆的大董之下 大家是都学到很高兴 这是学家的三近五点 缩安排的客厅 希望透过处备的方式 让中北开锤说丽宜 就出乎人员的口唱丽宜官 我们很幸运请到 这个陈恶童小姐 很用心的 所以有在讨论说 要让老人有兴趣 所以他想到日期五十岁 会够简单和明了 所以我们就来执行 所以表现得非常好 跟六七代表来看 也是很不简单的一件 所以就是我们政府 让我们长照 对我们的偏向帮助这么大 大家都很年轻 拿到比中老师所感的记得来 等到家后 还可以拿起来学习 每个人是对这个课程中 找到自己的幸福 我是希望说透过一些 比较有趣的教法 让大家觉得 我学语言 或是我在讲语言 其他的外国语言 不会那么的紧张 不会那么害怕 那也可以愿意开口 那我就说 没关系要出去忘记没有关系 我们下一次课程在进行的时候 我们会 因为我都会再重复带 然后可能不一样的东西 再加一点进来 加一点进来 每一次都会增加一些不同的东西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 这些学完已经有了 向很多简单的力艺 大家是都表现已经有新主感 我们听什么聊到 在学校的采访报道